义之所在 你说佛家的时候在戒律里面戒酒 五戒里面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于 不饮酒 那么佛说 酒本身没过时 酒醉了怕你干啥到淫妄 所以酒是防止的 本身没过时 这个我们要懂的 但是在做菜里面 用料酒呢 这个没关系 这个料酒 你就想到 它不会醉啊 所以佛家制定这些法 通勤大礼啊 尤其是酒这条街 开云很多 开源就是开戒不是饭戒 在某一种时期可以饮酒 这个戒经里面讲 七十岁以上 身体健康状况差 血液循环缓慢 每一餐饭都可以饮一杯酒 帮助血液循环 当药用啊 中药里面有很多是用酒做药饮 通通都许可用 所以他不是说什么都不能用的 现在有很多人持戒 对于这些小小戒持得很严 重要的戒的时候就马虎了 这个错误啊 完全搞错了 所以这些事情要不能仔细去辨别 人就会死在戒条之下 那就什么都行不通了 所以有人说这个戒条是杀人的 那是他错毁了意思 死在戒条里 确确实实 是一般人所说的 他不知道佛家的戒律 活活活活活活 这戒律开戒吃饭 一定要懂得他的精神 懂得佛为什么治这条戒 这条戒在日常生活当中 应当如何运用 什么情况之下 怎样运用 活活活活活活活 你才晓得戒律是大自由 戒律是大自在啊 断无行善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呢 我们自然就会选择舒适 欢喜舒适 养心要养清净心 要养真诚心 要养平等心 要养慈悲心 你懂得养心 懂得养心 又懂得养身 养这个卫生 你的身体当然健康 你怎么会生病呢 你怎么会生病呢